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买宝马四系的视频 一直从夏天拖到冬天 从2020拖到2021才给大家安排上 但是我以我的信誉保证 这一集对于想买宝马四系的车主 绝对不用错过 Action Action 很多人一边吃着泡面一边敲着键盘 一边吐槽宝马425i是垃圾 其实我们今天试的这一台 325i低功率版本的M运动药液套装 是卖的最好的一台 有人吐槽它的动力的 但你要想430i上面有440i 440i上面还有M4 那动力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力所能及的范围 对吧 第48低功率 这个峰值功率184匹 其实也是不值一提的 它的最大扭矩 比430也少了100牛顿米 所以如果即使是调到了运动模式 你想用这台车早一点刺激 不会有太多的刺激 所以说425i虽然是低功率的2.0t 但是我觉得初段 你看我们弹起来那一下 三千转出去对吧 我觉得这一下退的还是可以 但后程之后你感觉到 确实是有一点发意 就说这台车你要从动力去找刺激 还是相当会比较困难 但是B48低功率其实是有很多种方案 可以去提升动力 所以我觉得这也并不是它的槽点 对吧 但是即使是B48低功率 也比友商的1.5t还是要强一些的 对吧 再说宝马招牌的财富8at 一直兢兢业业的 手动换挡得也很快 平时的平顺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永远也不用担心什么过热顿挫的问题 这一点也是要比友商的强一些 对吧 而对我来说这台车的槽点是不能选装 后桥的LST 对于一个后驱车来说 这他妈就是加了Buff 对吧 为你永远不希望你在积累驾驶的时候 你在赛道的时候 你在横过来走的时候 后桥的扭矩被白白浪费了 本来扭矩率不多 是不是 所以你记住我说的话 如果你买的是30i的话 证明你是一个不单纯想买代步工具的男人 证明你是偶尔上车想要找兴奋感的男人 那么你一定 一定要选装LST 然后我现在切到了手动挡的模式 给大家听一下它的排气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我感觉上过了3000转 它的房门打开之后 声音要稍微比3系的稍微响一点点 但确实也是了生于无了 因为这台车也装了盖茨的GPF 对吧 声浪还是会打很多的折扣 这台车虽然没有选装M4或3A的制动卡钱 但它整个制动力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来得很陷阱 基本上在我们在现在这条封闭道路上去做实驾的时候 我觉得制动力是没有太多的问题 但是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已经买了4系的 证明你是想追求一些个性和运动 那么那些M运动的卡钱也好 M运动悬架也好 对吧 有条件的话还是都选上了 这台宝马4系 它和3系最大的不同 其实是整个底盘的感觉 因为首先这台车的坐姿更低了 对吧 那重心也更低 你能明显感觉到 有一种像是在驾驶跑车的感觉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台车的底盘给你的整个质感 是要比3系更加紧实的 你能感觉到有更多的路板的反馈 那转向也有更多的交互 那简单一句话 就这台车能够给你更多的人车交流的感觉 那这些东西呢 势必是因为它对于底盘悬架的调教 以及前后的加强杆的设定 包括更短的车身尺寸 所带给你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一个运动型车的人 那我觉得选择4系 肯定是要比3系能获得更多驾驶的快乐 而且我们这台车 其实也并没有选装M运动的悬架 和M运动的可变转商比 所以它整个的交互感觉给我 一个速车的感觉 已经比3系要更加的运动 更加的紧实 整个动态也更加的灵活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有条件的话 那些和驾驶相关的配置还是都选上 然后最后我们来聊一聊 这台4系的日常驾驶感觉 其实我前面说它的底盘变得更加紧致运动 并不影响它日常驾驶的舒适度 这台车无论是隔音 不管是绿震的舒适度 整台车的NVH表现 我觉得也是非常粗色的一个水准 你日常驾驶的时候 是完全不会有Empower那种 要算背腾的感觉 很颠很吵的感觉 车车非常的从容 再加上这台车的外观 因为上次我们做静态的时候 我们有仔细的在户外看它动起来的姿态 但是车动起来的姿态 还是非常非常优雅 所以说这就是两门车 两门的Coupe 和四门车所给你不同的感觉 哪怕是后面四系的Grand Coupe 四门来了 我依然推荐你买四系的话 还是买一个两门的Coupe 今天上海是零下6度 我们开着一个户C的车 现在在外环外 明普大桥的下面 如果这么艰苦的条件 你们都说我插饭了 那真的就不是人 对吗 既然这么艰苦 还得给大家拍四系的评测 兄弟们三连走一波好吗 那么现在我就给大家聊一聊 这台低功率版本的425i 和高功率的430i 在外观上有什么区别 首先第一点要夸奖一下 这一代宝马四系 除了最低配的 全部标配了激光大灯 虽然说日常没有什么卵用 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帅就完事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点不同 是轮圈的不同 这台车也是一个19寸的铝合金轮圈 但它的样式和宝马的430i 那个样式是不一样的 它是个铜灰的轮圈 那么宝马430i 就是我们之前精态体验的 铝合金色的 金属色轮圈 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同 就是430i在车尾 或一个小小的压尾 这台车是没有的 外观肉眼可见的 就这么多不同 但是更重要的不同 是在它的机舱里 对吗 这一台是低功率版本的B48 其实它和430的区别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我们打开机舱 让我重点聊一聊它和3系的区别 为什么这一代T28 会让你感觉底盘那么软 车身感觉特别的舒服呢 首先少了些东西 肉眼可见的就是这两条加强杆 这两条加强杆呢 宝马3系是没有的 其实宝马4系是有 在这个发动机舱 是有三组加强杆 还有一组呢 是在靠近驾驶舱部分 里面有一个加强杆 另外一组呢 你们就看不见了 是在散热器这块区域 也有一个小的加强杆 所以这台车整个的车身的刚性 和动态的响应 都要比3系来得更好一些 更加不要说 后面3系省略的后方精感 这台车也是有的 最后呢就回到了 我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 如果你有四十几万的预算 选宝马4系呢 还是奥迪A5 别问 问就是B门 感谢收看本期闲车 我是谭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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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岛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跟我们下期再见